我看网友在说 包括一些文章在说 二十年前我对刀狼的评价这些事情 我觉得完全没有意义去谈论和解释 或者说针对这个事情有一些什么想法 但后来我突然觉得 我依然还是像以前似的 我想到自己身边最近的人 无论是孩子家人或者特别好的朋友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为什么要让别人在这样的一种 可以说是针对一个人的判断 针对一个人的想法 以至于上升到对一个人的人格的一个 一个评判的这样的事情上面 一定要让别人误会我 或者一定要让别人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那么所以其实今天可以聊一聊 首先在我的记忆中 我自己从来没有对刀狼有过任何的偏见和觉得有什么 与谁谁谁 与我自己与其他歌手有任何高低之分 我也一向对于做音乐的人不是这样的一种角度去评价 也许我二十年前我在评判当时我认为的 二十年前的我在评判二十年前的音乐环境的时候 我在做一种类比但绝不代表我看不起刀狼和贬低刀狼 会不会看得起还是对一个人尊重不是我说的 我现在在说一千遍你不相信你依然不相信 如果刀狼有可能看到我的这个视频的话 他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做音乐的 他音乐里面还有一些细节 我觉得我还没谈到的是可能过于专业了 对于广大的网友来讲 真的不一定是能听进去 但是我相信刀狼他们明白 而且我也相信刀狼是知道我懂他的音乐 就是这样 那么也希望刀狼如果接下来再做新的音乐 大众园里面这个凶这个我真的要澄清一下 我真不是凶 我就是不会说话 说话无意识当中就会得救别人 可能我也是现在开始才去反思 去站在一个对方的立场去想 有的时候他过于说的真话 虽然很真实 比如说哎呦那音真猛 你太厉害了 真敢说 但我觉得呢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善意的去表达 可能就不会去伤害到对方 对于我来说我是嘴爽了 但是过后就是这样得罪的人 其实我现在会经常检讨这个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刀狼在这个时候进行反击 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为他看到如今的那音汪峰杨坤 早已没了往日的辉煌 风评越来越差 逐渐失去人心 即便内涵他们 也不会有人替他们说话 这就是刀狼的智慧之处 遥想当年 那音汪峰杨坤和等风光 当著所谓的殿堂几导师 只要一拍手一转身 就能改变学员的命运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就能淘汰某个学员 好不得已 可如今 三人风光不在 被沉寂多年的刀狼 用一手罗刹还是打的还手之力 网友们自然是看人脑不嫌事大 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那音汪峰杨坤 是如何从辉煌走向衰落的呢 先说那音 他的风平之所以变差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评价刀狼而起 但这不至于让他完全失去人心 当好声音导师的时候 那音淘汰姚贝娜 又失去了一部分人心 后来淘汰周深又掉了 所剩无几的人心 就这样 他的风平基本就败光了 只能说 成也好声音 败也好声音 如果不是当了这么多记好声音导师 那音早就过气了 是好声音让那音稳坐天后位置 成就了他 而正是因为当了好声音导师 才有了淘汰姚贝娜周深事件 让那音遭受的争议更多 逐渐被人嫌弃 最终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那音的衰落是有迹可循的 我们是能清清楚楚看到的 但汪峰的衰落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有一说一 汪峰最巅峰的时候 也是一个深得人心的国民歌手 主要是他创作了一大堆不误人心的歌曲 受到了许多人的追捧 可这几年 汪峰的风平突然就变差了 开演唱会连上座率都保证不了 还要免费送门票 我仔细想了想 似乎汪峰并没有做什么缺德的事 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 汪峰曾经排挤过刀狼 如果非得说原因 可能还是跟汪峰现在的唱功有关 确实不像一个歌手的唱功 各种跑调走音 连自己的歌都驾驭不了 因而劝退了许多听众 至于杨坤 那就太明白了 杨坤的风平之所以变差 就是因为他吐槽刘德华不是真正的歌手 连刘德华这种国民天后他都敢吐槽 确实不够聪明 可没想到的是 杨坤不仅吐槽刘德华 而且很早之前他也排挤过刀狼 这就更让人不能原谅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年大众对杨坤几乎没有一点好感 提到杨坤 竟是批评之声 说来说去 三人从曾经的辉煌到现在的衰落 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管不住嘴 说了一些不经过大脑的话 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 被群众看在眼里 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自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现在的他们 只能等住罗刹海市热度逐渐下降 不然他们也不好意思露面 因为只要一露面 免不了被批评吐槽 想想也挺悲催的 毕竟曾经那么辉煌 纳英的最新回应 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在评论区近700万条留言中 他终于站出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说自己遭受了10天的骂名 但一直保持沉默 然而他却做出了决定 选择正面面对 给那些爱他或恨他的网友一个交代 首先 纳英澄清了一个误会 称他没有说出那句不艺术的话 他感谢大家对该声明所产生的 不同意见的坦诚和真实 无论是教育 批评还是谩谩 他都愿意接受 他坦言自己性格大大咧咧 说话不假思索 这既是他的优点 也是他的缺点 在回应中 他道歉并承认 如果他的言论让刀狼感到不安和伤害 他感到非常抱歉 但他认为 当有话语权时 对音乐的看法就不应该受到挤压 他认为个人和时代都在进步 对音乐的认知和表达方式也在不断变化 令人惊讶的是 他还对刀狼的专辑《山歌聊哉》 给予了高度评价 称美首歌都很好听 他对刀狼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表示钦佩 他再次表达了歉意和感谢 在纳因做出回应之前 他向记者询问了如何屏蔽评论中的恶意言论 他无忧无虑的性格让大家都笑了 不过 他并没有关闭评论功能 而是选择专注于评论区 其中 三句话具有一定的含金量 第一是对音乐的意见 在有发言权的时候不应该表达 这句话虽然对刀狼来说有点晚了 但也显示了纳因的诚意 他没有回避具体问题 而是勇敢地面对 二是对音乐的认知和表达 个人和时代都在进步 这是一种自我辩解的态度 但也是事实的观点 最后 他表达了对刀狼新歌的欣赏 这比简单的道歉更加真诚 随后 记者联系了刀狼经纪人 希望回应网友对于罗刹海事的猜测 不过 经纪公司表示不会对外界做出回应 这句话表明了刀狼和经纪公司的共同态度 他们选择不回应网友的评论 在整个事件中 刀狼取得了胜利 这也验证了杨坤之前所说的 刀狼更适合在幕后 他花了20年的时间筹划归还 足见他的低调精神 整个回应的内容显示了 纳英的诚意和宽容 他没有回避具体问题 也没有回避重要问题 他勇敢地面对 就是论式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样的回应应该会为他赢得更多粉丝 然而 经纪公司对于围绕刀狼之歌罗刹海事的种种猜测 却选择了沉默 这引出了一些问题 他们到底为什么不愿意回应 难道他们不同意这些猜测 还是另有原因 将悬念留白 让人们对刀狼的心格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和期待 令人好奇的是 刀狼和该机构未来会如何回应这些关于罗刹海事的猜测 他们会再次选择保持沉默吗 只有时间会给出答案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可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